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杭家论股,我是黄素新 BIMB控股,2019财年首季净利年增17.65%至2亿251万6千令吉,每股获利11令吉63线 营业额按年攀高18.4%,录得11亿8321万2千令吉 根据联昌国际投行分析,BIMB控股首季净利优于预期 首三个月的融资业务按年增长8.5% 虽然比起去年底的8.9%增幅稍微放缓,但仍优于同业的4.9%增幅 基于回教保险收入增加,联昌国际投行指出调高非基金收入增长率的预期至10.8% 将BIMB控股基准率,Base Rate,调低26个基点的举措纳入计算 但基于收入增加的利好剩余调低基准率的冲击 联昌国际投行上修2019-2021财年盈利预估8.7% 盈利预估向好将目标价调高至4令吉63线 降息始终影响赚幅,加上BIMB控股的本益比为2020财年的11.2倍 估值不够诱人,联昌国际投行维持守住投资建议